第146集 怪不得是躲不开 这还怎么躲 之前只有子玲领教过这一招 他几乎是瞬间就被击中了 隐身术被破去 而后被靖禅玉一招名禅薄若掌给击败了 子玲深知这一招的强大 根本不给人反抗的机会 他可以想象 如果林明被名禅千叶手给击中 那么紧接下来的名禅薄若掌 他绝对躲不开 其结果就是战败 面对指引过千的名禅千叶手 如果是像方启那般 个人实力足够强大 可以轻松挡下 想躲开 子玲不觉得有这种可能 去 靖禅玉双手一合 所有的指引全部向林明攻击而来 林明不慌不忙 嘴角泛起一个糊涂 金棚破墟 一瞬间 这林明不知道被多少道指引击中 指引穿过林明的身体 射入地砖之中 直接把那地砖射得千疮百孔 碎石飞溅 观众上来不及惊呼呢 林明的身影消散了 原来只是一抹残影 在那儿 一个观众惊叫一声 手指一指天空 众人寻声望去 却见到了模糊的影子 一连串的残影遍布天空 根本分不清哪个才是真的林明 林明的身体就如旋风一样 他感知敏锐 每一道指引都脱离不了他的掌控 这些指引有先有后 并不是骑射的 想必靖禅玉同时控制一千道指引 也不轻松 林明就利用这些指引 传射的间隙 就如暴风雨中的雨燕一般 游走穿梭 在风之易静的加持下 他的身法如梦如幻 很多时候 观众都以为他到死角 无法再躲开了 然而最终被指引洞穿的 却只是林明留下的残影 在这样密集如雨的指引之中 保持如此快速的移动和闪避 在场观众惊呼连连的 这种极限速度对撞 所带来的冲击震撼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好速度 连主殿的沐青红也被惊动了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能有这种身法 简直不可思议 一千道指盲 速度快比见识 而且还是有人为操作 攻击密集无序 毫无规律可言 想要在这样的攻击中游刃有余 不但要速度 还有敏锐的感知和瞬间的判断力 在这样能量暴风雨之中 林明竟然硬生生避开所有的攻击 逼近了靖蝉玉的身侧 靖蝉玉终于失去了往日的镇定 一双美魔不可置信的望着林明 芳心乱跳 他想干什么 想着自己身体周围 还有绝对防御 靖蝉玉稍稍安心 而就在这时 飞速移动中的林明突然提起了拳头 防御强确实会让许多武者感到棘手 可是对林明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炼力如此 专刻防御性武者 真元直接渗透到防御层内部 通过震动的方式瓦解防御层的内部结构 全身细笑 但愿的呼吸调节到一致 林明浑身真元鼓挡 五千股震动真元 全部凝聚到右手上 粉身碎骨拳 咚 林明爆喝一声 一拳击出如蛟龙出海 结结实实的一拳 重重砸在防护罩上 五千股震动真元一冲而出 从最细微的结构 开始瓦解净蝉玉的弹壳 咔噪 咔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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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一连串如同玻璃碎裂般的声音 内层被称为绝对防御的弹壳 竟然真的如同被敲碎的玻璃一样 破成了数千块细小碎片 一股震动真元 撕泻一片碎片 如果是震动真元达到数亿万之多 直接能将炼力如丝触及到的一切 化为尘埃 眼见他的绝对防御 被林明一拳砸碎 净蝉玉完全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呢 净蝉玉并不是个喜欢吹嘘的人 敢称绝对防御 他自然有几分仪仗 他的黄色弹壳韧性极强 面对强大的攻击 只会变形 却不会破碎 可现在呢 变形都没变形 直接就碎了 如果说林明放出一个压箱底的强大武技破掉他的防御 他不会如此惊讶 可现在就一拳 根本没有任何凝聚能量的现状 简直就像随手一拳 连武器都没出 不对呀 又或者这个林明本来就是用权的武者 现在的情况 已经由不得净蝉玉吃惊了 林明破开防御层之后 已经一拔向净蝉玉的狱警抓来 净蝉玉焦去一阵 脸色苍白无比 如此近的距离 什么武器也来不及用了 至于靠速度闪避 且不说净蝉玉根本不擅长速度吧 就算他速度不错 能比得过林明吗 他可是连明禅千叶手都能躲过去的变态啊 净蝉玉想都不想躲开这一招的可能性 千军一发之际 净蝉玉也只能并掌成刀 一掌刀看向林明的手腕 别看净蝉玉看起来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可谁要因此而以为她的身体素质差 那就错了 净蝉玉的土质元气气和度 高达六品中等 早已经达到元气脆体的阶段 平时不用真元 他的身体柔软似水 可一旦身体灌注真元 那么他就会强大的堪逼把武器 所以净蝉玉根本不用武器 他的身体本身就是很好的武器 净蝉玉本想一掌刀逼林明缩手 可没想到林明根本不为所动 依旧一把向净蝉玉抓来 这个家伙 净蝉玉也怒了 玉齿紧咬 他这一掌毫不留手 寻常武者被他砍中 绝对是当场骨折的下场 砰 一掌斩在林明的蝉玉上 净蝉玉的翘蝉 瞬间失去了血色 他只觉得这一记掌刀 仿佛砍在了玄铁上 对方的手腕 什么事都没有 自己的手骨都要震散了 您有想体验一下这种滋味的 您可以找一面墙或者是铁板实际拿脚踢 然后您就可以回家躺床上 躺着好躺着 一瞬间 净蝉玉的心里闪过了一道念头 他的身体是铁大的吗 可也只来得及闪过这个念头 下一刻林明的手已经出现在了净蝉玉柔嫩的脖子上 五指卡住了静动脉和喉管 只要稍微一用力 净蝉玉就会香消玉云 净蝉玉的面纱本来就遮到脖子一下 在激烈的碰撞中 被林明这么扣住脖子 那象征着净蝉玉从容的面纱自然也被扯了下来 露出了净蝉玉神秘而美丽的面容 你 净蝉玉一双美眸蕴含着一丝韵怒 承让 林明缩回手 抱拳说道 转身下台 刚才他如果不是动手 而是动枪的话 静蝉玉的喉咙上已经多了一个血窟窿了 胜负一分 林明胜 裁判宣布道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全场观众都惊呆了 刚才怎么回事 这林明怎么动拳头了 一拳就打碎了静蝉玉的绝对防御 连真员都没有刻意凝聚 关于林明对静蝉玉这一战 人们早就经过了种种分析 然而谁也没想到最终结果会是这样 就像静蝉玉胜子灵那样 林明轻松战胜了静蝉玉 整个比斗过程不过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而且他胜利的方式不是依靠他擅长的灵魂力攻击 而靠的是拳头 哎 林明不是一个擅长灵魂攻击的武者吗 怎么还用上拳头了 武道意图 博大精深 像林明这样的少年精通一个方面就不错了 灵魂攻击本来就晦涩深奥 想在这一方面取得大成绩 必须投入极多的时间 其他方面的修炼自然就要落下了 可现在看来 林明会的显然不单单是灵魂攻击啊 如果说林明还会一些剑术 在场观众都不会太过惊讶 可是拳头 这种攻击形式跟灵魂攻击相比 实在差距太大 让两人无法将两者联系到一起 做得很好 在林明走下台后 秦子牙称赞道 虽然他的声音尚算平静 可是内心却心潮起伏 他本来估计林明有很大希望杀进前二十 可是来到七玄谷总宗 看到张燕钊 靖蝉双子等等层出不穷的年轻俊杰 秦子牙的信心也有些动摇了 可现在看啊 自己还是远远低估了林明 林明眼看杀入第一梯队了 也就是总绑前三十 可连枪还没出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林明第一次参加总宗会舞 就进入前十呢 想到这里 秦子牙心中激动起来 前十跟前二十 看似名次相近 其实差距极大 进入前十的几乎全是亲传弟子 有些大宗比如建宗和欢宗 他们资源丰富 弟子数目众多 分宗的第二弟子不见得比亲传弟子差多少 也就是说光是亲传弟子级别的天才 就已经把前十占满了 其他弟子想要进前十 必须与这些亲传弟子争锋 自七玄五府总统会晤开设以来 三十六国和十六修武家族 也曾出过不少精彩绝艳之辈 进过前二十 就比如本届的张燕舟 进前二十的不少 但真正进前十的 屈指可数 如果第一次参加总统会晤 就进入前十 那么第二次呢 第三次呢 林明现在刚满十六啊 还可以参加两次总统会晤啊 亲子亚不敢想下去了 林明的成长速度太可怕了 他猜测这一次会晤之后 林明可能会提前被选入总统 有了总统的资源和功法支持 下一次会晤 林明就有希望冲击问鼎 比自己之前预想的还要提前三年 当然 即便是林明进入总统 他取得的成绩也会算给亲子亚 不过想到天运国七玄五府 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这样的天才 却转眼就要送出去 亲子亚还是有些惆怅的 在七玄谷山门广场的正殿中 穆清红全程关注了这一场比赛 直到林明下场 清红仙子似乎对那个少年有些兴趣啊 这是我七玄谷着重培养出的天才少年 是个好苗子 在穆清红身边七玄谷谷主史宗天大笑着说道 之前穆清红只是用灵魂力悄悄的观察林明 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毫不掩饰的看 史宗天压根就没想到林明可能认识穆清红这等人物 只当穆清红是被林明这一战的惊艳表现给吸引了 他之前也注意过林明 以断骨巅峰的实力打到这一步 实在太抢眼 想不注意到都难 不过史宗天虽然注意到了林明 但却没有关注调查林明的资料 之前林明表现出来的还只是灵魂方面的天赋 灵魂攻击终究并非正道 到了先天便会遇到瓶颈 并不值得史宗天在意 可现在看 林明显然并非一个灵魂力高手这么简单 穆清红看了史宗天一眼 心中暗笑 据他从穆千宇那里得到的消息 林明虽然是七玄谷弟子 但绝对不是重点培养的 甚至不是七玄谷总宗的弟子 还一直在七玄五府挂着呢 他笑着说道 确实是个好苗子 这么年轻有这样的实力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是谷主慧眼石珠啊 听到眼光极高的穆清红 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史宗天心情大好 在顶级四品宗门面前 史宗天自然乐得体现出宗门的实力 真没想到啊 这次总统会晤 能选出这么一个天才来 看来要提前招纳他 进入五府了 这么好的苗子 放在三十六国呀 实在可惜了 等等 三十六国 史宗天突然像意识到了什么 用真元传音通知左右 去查一下七祖的林明 究竟出自哪个国家 史宗天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林明该不会出自天运国吧 资料很快就反馈回来 史宗天心中的不祥预感应验了 林明果真出自天运国 他转头看了穆清红一眼 脸色有些难看 他自然记得在会晤刚开始的时候 曾经问过天运国的参赛者 在哪一区 当初史宗天还奇怪呢 穆清红问这个干什么 现在看来问题十之八九 就出现在这林明身上 如果没猜错的话 穆清红特意来七选谷观看总综会晤 就是为了来看林明的 堂堂神皇到仙子 修为先天至极 万里迢迢来到天运国 竟然是为了看一个修为断骨巅峰的小子 这也太荒谬了吧 林明多大了 史宗天用真元传音问随从 回顾住 刚满十六岁 刚满十六 刚满十六岁 有断骨巅峰的修为 这份资质大概是六品天赋 在七玄谷 六品天赋自然是顶尖一级的 可放的神皇岛六品天赋一级的只能算不错 绝不至于让穆清红亲自跑来七玄谷一趟 这意味着林明身上还有其他值得穆清红关注的地方 而自己还不知道 意识到这一点 史宗天的脸色愈发难看了 这神皇岛难不成是来挖墙角的吧 虽然他们是四品宗门 七玄谷只是三品宗门 实力差距很大 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怎么了 是谷主 穆清红看到史宗天脸色不太好 笑着问道 他注意到了 史宗天的随从刚刚短暂的离开 隐隐约约猜到了发生了什么 史宗天勉强笑了笑 沉声道 清红先子与我宗弟子林明是旧时吧 并非如此 只是因为一些巧合 林小兄弟和我家少主认识 少主 史宗天差点没坐稳的 穆清红口中的少主 自然只会有一个人 就是神皇岛圣女穆千宇 竟然是穆千宇亲自关注林明 这怎么回事 林明怎么可能认识神皇岛圣女 那等级别的人物 放到整个天眼大陆南天域 都是极有身份的 自己建了都得恭身行礼啊 史宗天可是知道 神皇岛两大圣女 都是七品天赋 七品特殊属性 七何度青鸾圣女的水 朱雀圣女的火 十五岁宁脉 十七岁后天 二十二岁先天 二十六岁先天至极 二十七岁半部玄丹 比起这等爵士妖孽 他们所谓的天才奇俱 总宗会武 只能算是小孩子过家家 想到穆千宇 史宗天实在提不起抗争的勇气 神皇岛那些长老 随便挑一个放到七玄谷来 就算是他们朔国仅存的一个太上长老 都未必是对手 就算是穆千宇本人 半步玄丹的修为 而且实力还远胜同级武者 也不见得比他们太上长老差 史宗天现在不禁在想啊 如果神皇岛真的不顾大宗门的颜面 向他们七玄谷要人 他该怎么办呢 说起来林明现在还只是七玄无辅的学生 根本就不算七玄谷弟子 也谈不上背叛师门什么的 而且神皇岛能提供的资源远胜七玄谷 如果换成他自己站在林明的角度 恐怕也更倾向于神皇岛吧 跟神皇岛比 史宗天完全没信心 重重的吐出一口气 史宗天道 清红仙子此次到七玄谷 想必不是来替圣女殿下探友 这么简单的吧 史谷主 你好像在担心什么呀 这林明 是我七玄谷弟子 可是据我所知 他目前只是天运国七玄无辅的学生啊 史宗天皱了皱眉 没有反驳 这个时候 自然不是为他之前的吹嘘而感到尴尬的时候 沉默了一会儿 史宗天突然感觉到事情不对 穆千语恐怕早就认识林明 既然如此 穆清红为什么不私下里接触林明 开出优厚的条件 抢先一步拉拢林明进神皇岛呢 何必来参加他们七玄谷的总宗会晤 总宗会晤那点奖励 就算是入天丹 在神皇岛也不算什么吧